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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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超級二狗王 現在所在的是 我家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疫情是沒關係 我們都大家都只能鎖在自己家裡 沒有辦法去健身房 那今天主題就是 居家健身 想要告訴大家 即使關在家裡 也還是有辦法去做訓練的 我知道很多人在家 沒有辦法訓練很痛苦 那今天就讓我來告訴你們 在家可以做什麼訓練 那今天呢 這個訓練的話呢 是一套循環的訓練 所以它會跑全身 它並不會只有跑一個肌群而已 所以每天都可以練完一整套 就把全身練完了 很多人都會想說 是不是一天練一個部位這樣 那其實在家 就算你用各種器械器材好了 就是如果你家不是那種整個健身房的 其實訓練長度來說 一定肯定很低的嘛 因為可能就沒有40公斤 60公斤的重量去壓你身上 所以強度不夠 那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訓練長度拉低嘛 就會用比較多的訓練頻率 來維持我們的肌力 所以我就會建議你在這個飛行時期 大家可以用這個 循環的訓練 用全身去維持你的基本的體態 今天呢 我使用的是 KINGJOIN十合一的一個拉力氣組合 那它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有不同磅數的彈力帶 對 那可以藉由這個彈力帶的不同的磅數去做混加 比如說現在是一條 一條 這邊是10 要一個10公斤的大概的彈力 對 那假設說我想要有30的話呢 那我現在就可以再加一條 20的 加在上面 所以它加起來就有30 所以這個 這個拉力氣其實非常方便 它可以給你一個 一個基本的重量的阻力在 對 因為以往如果你是單一的這種 彈力神的話 它沒有辦法 去做結合 所以它重量 它磅數可能就在那裡而已 那這個很方便的是 所以你不同的動作 你可以去做調換 對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介紹 我們今天的習慣 訓練的動作啦 那今天第一個部位呢 我們會先從背部開始 那背部呢 我們主要就分兩個動作就好 就是下拉的 一個 就是垂直下拉動作 也可以是水平扣拉動作 OK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只要找一個地方 把它吊起來 OK 這樣 然後就可以 開始了 那第一個動作我們做的是 下拉的部分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可以一樣 從上而下 我們做下拉動作 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做 15到20下 可以為你做 這個做完之後呢 來 去起來 一樣找個地方 要去做水平 後拉的這個動作 這個部分呢 做了 OK 一樣 調整好你的身體 去做 好收 打住肩腳的動作 雖然說 這個拉力帶 彈力帶 不是很重 它其實可以給你一個 很持續性的張力在 其實你只要 加夠多條 它一樣 訓練強度 是非常有的 那基本上啊 我 會選擇每個動作 都做15到20下 那我並不會做完 然後就 馬上 進入下一個動作 這樣子 因為有些人循環是 我做完 一個動作之後 然後 由背跑完 然後去做 輕膀 然後再做什麼 一個一個一個走 然後全部走完一遍之後呢 然後再從頭開始 那我個人是踩 分部位 所以我先把背筋 結合 比如說我可能會做 三組 三組做完之後 那進入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循環是 肩膀的部分 那我個人的話會喜歡 去做 推 然後跟 飛鳥這兩個動作 那 我的話會希望說 你可 大家可以 不用把它分開來 一個一個做 那可以做一個結合 那可以先做 雙關節的動作 推完 然後再去做飛鳥 OK 那一樣 一翻 那如果說 你身高像我們一樣 比較矮 這樣子的話 推一下 感覺動作很短的話 好 彈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先做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欸 張力就會比較強 OK 推一下也比較有感覺 OK 一樣 操作一 二 三 四 那當然 其實操作這種 彈力帶啊 它很像Cable一樣 它是持續給你張力的 所以你只要保持肌肉的緊張感 膨脹感 緊張感 然後不要鬆掉的話呢 它其實 是很胖的 你的肌肉 會很容易沖斜的 那做完之後呢 馬上 然後我們現在 脖開 脖開 直接拿 踩著腳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 單關節的一個 飛鳥的動作 那通常 呃在做 雙關節的肩膀的 推的動作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比較重 然後在飛鳥的時候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那麼重 就可以嘗試的 就是 把它拿掉一條 好 然後現在我已經 沒有汗 有點累 那下一個 第三個 部位當然就是 我們的 胸部的部分 那胸部一樣 我會先做 痾 雙關節的動作 再做 單關節的動作 那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水平的 推動作 那記得在推的時候 OK 你可以把你的胸部 稍微穩定 肚子收好 往前做一個 推的動作 那因為是彈力帶的東西 的狀況下 所以在做 水平推 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比較容易卡住 但你沒有差 對 就是 還是可以做到基本的訓練 那只要你穩定好就好 不然你很容易 如果你的手肘 沒有穩定好的話 往上跑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變成 肩退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讓它 那個 彈力帶 就固定在你的手肘 兩層 做完之後呢 一樣 做單關節的動作 就是肥鳥的動作 那其實 就因為用彈力帶的關係 拿力氣的關係 所以其實 大關節跟雙關節 都有點像 OK 所以 切記如果你沒有辦法 就是 那個彈力太強化 你可能也會暈到你的手肘 那這部分是比較切 就是 特別要注意的 所以你一樣 可以跟剛剛肩膀一樣 換比較輕的重量 去做 OK 鎖完的部分呢 穩定好 微彎 基本上就不要再去驅動它了 OK 做一個縮腳 拉開 縮起來 拉開 那因為是拉力氣的關係 所以它有一個 一直保持的張力 所以它很好 在單關節動作的時候 做一個 拉長 拉伸的這個感覺 OK 離心 可以很好去感受到 肌肉會拉開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 非常感受 好 好累喔 我想要練腿 接下來呢 下一部位 是哪 腿 不是腿啊 還有一個地方 明亮 手臂 等一下手臂一樣 我們會從二三頭 的動作去做 那這部分 我也會建議說 大家可以 用組合的方式去訓練 不用二頭做一個 然後做完再去做三頭 就是你可以二頭 然後做完馬上接 一個三頭的動作 比如說抗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不要省時間之外 然後 訓練強度 一個時間內 也會比較高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二頭部分 在這個地方 卡住 防住 然後去做 二頭 那去部分 那一樣 接著肩膀外線 手都穩定之後 做一個Cure動作 這樣 一樣 做十五刀幾下 還會脫難 所以我一下就好 上完之後 上一個高的地方 然後去做 三頭 下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把手肘 自己搖進 然後肩膀完全好 然後做一個 按下 這樣推的這個動作 或是 OK 你往前站 然後 手肘 OK 拉高 把你的三頭朝前 不要手肘朝前 因為手肘朝前 對話 很容易是 利用手肘當支點 OK 那你的三頭 可能沒有什麼感受 把它推起來 好 穩定好 肩膀外線 1 2 3 2 恐龍 恐龍來了 恐龍來了 這個我覺得 這裡有時候做 比在肩膀房做還 是 你看 OK 那一樣 十五到二十下 手臂部分的話 就是二頭做完 做三頭 做完然後再休息 要一樣做完 最後一個動作 當然就是我們的腿 大家我跟你講 在所有訓練裡面 腿 雖然是最累的 但是它在居家訓練裡面 不一樣的 那就是 最舒服的 這時候腿也偷懶了 可以 不用很累的練腿 那基本上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做蹲的動作而已 然後大家可以把雙腳 OK 踩這個 拉力氣 OK 穩定好 不要讓彈上 我把你的這個 彈一下 OK 動起來很像肩腿的這個方式 穩定住 你不要用肩膀 或是用手的力量去推它 都不需要 你接下來只要穩定你的身體 跟正常的深度一樣 下 踩下來 OK 所以你會去對抗這個 彈力帶的整個重量 所以基本上蹲的話 應該可以把所有的彈力帶的球加上去 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阻力了 蹲的話 我建議說 大概一次蹲個 20到30下 那我 示範了應該不用蹲到30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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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訓練 就是 這麼簡單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居家訓練的分享 然後 這一套是 循環訓練 全身 每天都可以練 每天都可以把全身練完 然後 花的時間其實也不會很長 因為 基本上這個訓練 就是不會太困難 大家平常在肩膀運用的基本動作 然後全部融入在裡面而已 然後在短時間內 你可能在一個小時 或半小時之內呢 就可以把這套訓練 全部做完 對 那 呃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 聽見官網 然後去找這個 十合一 呃 拉力氣組合 非常好用 對 謝謝各位 對 那當然如果你有 找到相似的東西 你也可以直接運用 不一定要 呃 購買這個拉力氣 那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在家試做看看 然後在疫情期間啊 也盡量的 建議大家 請掃外出 然後掃搭 然後大眾人數工具 對 然後口罩戴好 隨時要 洗手消毒 你看我那麼不愛 乾淨的人 洗手的人 我現在也免得洗手 至少洗手 吃一次 OK 那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個期間呢 平平安安靜靜靜靜靜靜靜的 聊出任何事 OK 台灣加油 我們下次見 掰掰